好 主播日常来咯 大家看到这个桥 有没有知道是哪一个公园呢 好 北部台北地区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 这个就是大湖公园 好 这一天是我们吃完母亲节餐 我们就想说 那就顺便去大湖公园走走吧 刚好也可以消化一下 那这一座桥呢 它叫做景带桥 就是大湖公园最有名的一座桥 那它呢也曾经被票选为世界上 比较就是好像前十还是什么 我忘记也反正呢 也是被票选过 是很美的一座桥 那通常呢 它是因为 它这个如果呢 可能那天天气很好啊 或是晚上的时候呢 它就会倒映在这个湖面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 是完整的一个圆圈 那它的英文其实叫做Moon Bridge Moon就月亮那个Moon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中文是翻成景带桥 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另外呢 这张照片 呵呵 好 这个是小湯圆跟宋仲基 平常呢 我哥哥他在外面的时候 会是比较成熟的样子 但是在家的时候就有幼稚 你知道吗 会跟妹妹讨抱抱抱的那种哥哥 OK 我又不小心爆料 好 但是呢 他在外面的时候会比较成熟一些 所以他基本上是不给我勾手的 每次我要割 他就呵 这样把我甩掉 所以这一次呢 我是成功勾到了 然后还被拍到照片 我就很开心 这个又是宋仲基小湯圆的伟男友好不好 好 所以主播日常就提供给大家 接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